有五个海盗,他们必须决定如何在其中分配100个金币 海盗有资历,最高级的是A,然后是B,然后是C,然后是D,最后是E 分配规则是 1. 最资深的海盗提议分配硬币 2. 所有海盗投票决定是否接受分发 3. 如果至少有一半的海盗包括提议者同意,则分配被批准4 如果不是,提议者则被抛出海并死亡,然后下一个最高级的海盗提出新的提议 海盗都遵循这两条规则 1. 每个海盗都想活下来 2. 每个海盗都希望获得最多数量的金币 那么海盗A最多可获得多少金币呢? 它又是如何让多数的海盗投它一票呢? 海盗A考虑以下的情况 如果海盗A、B、C死后只剩下海盗D和E的情况下 海盗E知道它不会得到任何东西,海盗D比较高级,并且会分配100个金币给自己 所以海盗E可以接受任何多于0的金币 如果海盗A和B死了,剩下海盗C、D和E的情况下 海盗D知道它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因为海盗C将分配99个金币给自己 0个给D和1个给海盗E,并且海盗E将投票支持海盗C 那如果海盗A死亡的情况下,剩下B、C、D和E 为了生存,海盗B只需要给D一个硬币 所以分布是海盗B拿99个、C0个、D一个和E0个 海盗A知道这三点,所以它只需要给海盗C一个硬币 给海盗E一个硬币即可获得它们的投票 所以分布是海盗A拿98个、海盗B0个、海盗C一个、海盗D0个和海盗E一个 那么,你们答对了吗?喜欢这个影片请点击按赞和订阅